说过如何部署 现在市势是否会继续下跌 当然我没有一个 今天起码开始就会跌 我自己判断 其实看到之前那两天 为什么说是前日 股市下跌的时间 跌穿了我之前所说的28,200的底部之前 走势上是变差了 但是当时我就说 等多两天 如果不能够上28,200的话 走势明显地破坏了 一看就会看到 28,200也不重要 一看就会看到三月底的时间 另一个低位就是27505 当时有什么事呢? 当时就有因为对冲基金爆仓 大家说无限联想 会不会说一个所谓的信贷紧缩 一个所谓的金融风暴等等的问题 当时跌到27,505 很快就失附失地了 但是现在我想如果真的明显地 说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失手28,200的话 下一个目标希望守得住就是27505 这个就是暂时的判断 当然 昨晚美顾可能是过渡性的反应 可能来几两天 一些数据 好像上个星期五 这样的非农业新增职位 是差个预期的 又或者有些可能是耶伦 又或者联续官员 5805点是找到重要的支持